在11月3日,曾经被很多影迷,二叔能详,的春三十娘,蓝结英在其租住的公屋内逝世,消息传出并很多影迷以及路人满态,因为蓝结英的一生充满了坎坷。 今日11月5日,蓝结英的家人也就是她的姐姐,因为蓝结英终于现身去认识任一体,此时已经距离蓝结英逝世过了两天,蓝结英的姐姐将自己抱过得很严实,还戴了一副大墨镜,看来比较懂得搞没狗仔的套路,去现场媒体报道蓝结英的姐姐表情哀伤,但是当记者询问有关蓝结英的任何问题时,蓝结英都闭口不言。 并且现场有一个插曲,也就是停尸房的工作人员表示,你知不知道一只蓝结英变了已经有了变化,言外追忆就是埋怨蓝结英姐姐来得太晚了,而其姐再看到了蓝结英类一体认识,之后,就匆匆不出,期间对任何记者的问群依旧闭口不言,最后在记者的三三问群下,才冒出一句,我没什么可回应的。 此前,媒体声称具体死亡原因,还有待遇事件之后才能确定,但是根据相关规定,事件结果也就是具体死亡原因,只能向其家人公布,因此找到蓝结英的家人是当务之急。 随后,蓝结英的影迷会发文求助,趁法院鉴定实际上因为事件结果,只会告诉家人,我们没有权利知道,因此随后就铺出一股田了,与安安为首的香港演艺协会,要协助处理后世的消息。 而在今日,蓝结英姐姐是终于现身了,那么验尸结果,也应当一定告知她了。 但她始终闭口不言蓝结英的真正死因,也就是说,如果蓝结英的姐姐依旧选择不开口,那么蓝结英的真正死因就是一个谜。 媒体当时在报道蓝结英之死的时候,无一例外用的都是暴毙,猝死的字眼,很多关心她的人其实都想知道她因何而死。 而媒体在报道蓝结英逝世现场的时候,曾经在4号初步研判,她是因为在月室内晕倒后,错失9月10级才死亡。 但是蓝结英因和晕倒,她生前有何致命疾病,都没有一一报道出来。 日前,在蓝结英逝世之后,有媒体采访了与蓝结英生前接触过的邻居,以及餐馆老板。 邻居说,最后一次看到蓝结英的时候,她的肚子好大,还以为她怀了孕,而餐馆老板则说蓝结英来吃下午茶的时候脚肿,早在2014年, 就有媒体曝光蓝结英的偶遇照,当时称为四肢浮肿。 老太龙中,现在看了蓝结英的浮肿,也不是一天两天了,很可能至少从2014年开始,就得了什么疾病。 但是,既然蓝结英的家人在看到一起,后选择了闭口不言,关心蓝结英的影迷,们也只能尊重他们的选择。 这也是蓝结英的最后一点点影丝吧,只不过曾经了觉五台山的一大红颜,蓝结英的真正死因,可能就会随着她的逝去而湮灭在历史场合,当中了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找订阅